字幕志愿者 天氣白菜 珍奇老爺 香草仔, 白白菜 白白… 天氣白菜, 香港的 做得大家都很喜歡 我也很開心 不過很多朋友都跟你說 別再做了, 香港很多地方水浸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千奇百祥的地方越來越多 很多人來香港看, 多人了 香港就是綠沉 不是吧?那個浮河 香港的百多個地方那麼有趣 是不是浮河? 對, 今晚我們找一些浮河的嘉賓 找一些浮河的主持人, 是嗎? 好 找什麼浮河的嘉賓 先來這一隊, 什麼區? 高B區 高B區 沈卓瑩, 還有冠豐 冠豐 好, 冠豐 波… 你走過來幹什麼? 我現在站起來, 也沒你那麼高 接著就是洪天金曲區 什麼叫洪天呢? 讓我出去說說, 女生和吳童 好, 波… 波… 怎麼是洪天金曲區?女生 洪天比較貴, 人家是半島的 我們是金曲, 紅磡天后, 金曲隊 那真是唱絕紅磡和天后 兩個地方遙遙堆岸 隔岸都可以唱出美歌 好 接下來這個也是美的 美絕我們這個電視程 對, 每個人都覺得她又漂亮又可愛 她就是… 阮小儀 謝謝 是我 你是想的 是CK妹… CK妹 你好… CK是鐵馬 鐵馬, 岑橋 對 還有海 岑橋 我們是英雄, 威英雄 好, 來吧 好, 我們先去上水區 這次來到上水 不是去火車站找水貨客 也不是去遺寸裡找村姑 而是來這間學客找一群人 專業爬手 原來這間學校是專門訓練爬手的基地 由於經過幾千萬年的進化 終於學會了用繩來爬樹 而且還發明了很多不同的爬樹方法 而目的也由鬥快爬上樹摘野歌沖機 變成鬥快爬上樹開工賺錢 四年前我們邀請了一些攀雪師 來學校表演 我們覺得我們有天時地利 於是我們找到教練 我們就開這個攀樹班 因為過去幾年來講 香港對於樹藝各方面 對人材的要求很大 一個駐紮攀樹師的工作 是收剪樹枝和維持樹木健康 所以安全措施要做足 全港只有22位駐紮的攀樹師 我就是其中一位 去年09年, 我在10月份 在黃厚山考了駐紮的攀樹師 這位攀樹師的合格紀錄只有20% 大家重溫一次, 如何由樹過樹呢 我去年去了新加坡比賽 八月份 我在那邊的安全腳梳化 拿了冠軍 和泡沙島的冠軍 大師級攀牌, 就拿了冠軍 16秒就爬到11米高 還比走樓梯更快, 厲害 千奇百趣, 尚水的專業爬手 厲害 很厲害 還要去新加坡取獎 好, 別說太多 有幾次, 請比賽 有幾次, 放… 歐斯蘭太佑、沙島的那種 給我包出去十貫菜 接著蓬姐的那種有九個菜 接著山姐的那種有九個菜 他們挺有趣, 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是 想不到香港 原來有攀樹師的學習 你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冠豐和Jesse 最有趣就是攀樹的動作 對, 也是有幾個 是, 幾個? 好, 你示範一次, 第一個 有一個是鞭條繩, 直接上 就像平時大家覺得爬登柱的 有一個, 剛才小儀那個 你試一下 她做得很正確嗎? 她向上, 我…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可以向上 對,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可以向上, 你不向上, 我不向上 在後面, 你試一下, 來 他這樣向上 好, 范斯蘭, 你覺得裡面哪有趣? 其實我覺得他好像星星一樣 其實可以提議他參加飛行服務隊 為什麼? 參加拯救的工作 因為攀大和攀樹的樣子 你小心, 再倒, 范斯蘭姐 我不是要求換人嗎? 要答這條問題嗎? 問題是問, 這群攀樹要帶耳塞 為什麼要帶耳塞? 這麼奇怪 立刻遮不白板? 范斯蘭, 立刻舉手 好, 寫白板 想答我寫白板嗎? 真的知道, 帶耳塞也知道 氣壓沒關, 對吧? 對 有時候你說氣壓… 飛機師那些就會帶耳塞的那些 不是, 直升機師帶耳塞就吵了 Jesse和冠軍, 你們答案是什麼? 請按鈕, Jesse 不是 不是這個鈕 隔壁那個 按鈕也不會按, 先打給你一招 答案是什麼? 為什麼要保護耳朵? 為什麼要保護耳朵呢? 這裡有畫的, 很漂亮的雀鳥 寬風畫的 是否有些雀鳥的雀鳥 對 蕭紅姐,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答案 我答案了 好, 電僵會造成噪音 保護聽覺, 這些就像樣子了 難怪蕭紅姐一聽我的問題 我認識了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 小鳥姐, 因為我是爬樹 其實我也想做這件事 不過我年紀老邁 為什麼你要拿電章? 我博學多才, 別問了 這個節目真的請傻傻的人來 對 對, 經過聰明的平常你呢 我會了 喂… 我們這樣太勇氣了 所以到蕭紅和阿珊姐了 好 不好, 好的 好, 等我 好, 我們打算是護耳 是 防震尊的演畫 不, 那是演畫 我知道我內外有的 厘風裡還有東西塞住耳朵 我塞住耳朵 這麼高, 瘦瘦磨磨磨的 這裡不是, 會暈倒 答案是否合適, 看一看才知道 戴得耳罩當然是保護聽覺 但樹上除了小鳥聲 還會有什麼聲音呢? 好 原來操作鏈鋸的時候 會發出超級巨響 耳膜薄一點也會穿 至於鏈鋸的殺傷力非常大 用的時候一定要跟足安全守則 厲害 小鳥姐, 適合了 很厲害 最好鏈鋸會做成這樣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你們也對我, 別哭了 是什麼… 你是什麼? 我都對 保護耳本來想讓你對 因為你們說被鳥鋼 沒有… 好了, 小鳥姐 是 還有詩琦妹, 一千分 是 真的不同, 還有李先生也是一千分 好 不怕不怕, 還有兩條問題 下一條, 我們去哪個地方 西貢 西貢看看, 什麼看 好 在西貢區的清水灣除了藍天白雲 椰林樹影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別墅式的豪宅 而且每天都對著海景 住得在這裡的一定是發達了 一進去就看到有個有米的棕女 在這裡做頭髮 為何無情情這幾把教紙 不斷喪剪頭髮 難道她心理變態變了喪剪女 其出的事就是由頭髮造成 別眨眼 佛髮無邊 真神奇大發現 頭髮竟然可以做到佛像畫 雖然佛像整個嘴巴都是鬍子 不過也夠為俏為妙 看完頭髮, 條條都像電過一樣 化妝當堂潮勢 為何會開始做頭髮畫 其實是偶然的 有一天我幫媽媽剪頭髮 剪完頭髮之後 我要收拾頭髮碎的時候 我在玩玩玩的時候 我自己做了一個類似山水的圖案 我就想 其實頭髮擋之前也可以玩一會 於是我在地上用手指撥一下 把頭髮碎撥撥 撥了一個蒙羅麗莎出來 其實Queenie本身很有藝術天分 除了做這些頭髮畫之外 還會製作其他藝術品 好像這幅充滿當代藝術風格的 佛像油畫 也是出著她的手筆 千奇百趣, 清水灣的佛髮無邊 真是挺有趣 是 在外國有很多不同的藝術 用不同地方, 用不同的物料畫畫 是 例如茄汁 但用頭髮,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懷疑全世界只有她一個人是這樣 是 她怎麼肯定是頭髮呢? 腳毛不行, 你怎麼知道? 不衝, 她會弄得很少 小夜 好, 有多長, 請給菜 請給菜 大家都很喜歡 全部包菜 Jesse那組有十個菜 小龍姐那組有十個菜 三姐那組也有十個菜 但是, 我也要想像她們一樣 在去水域撿回狗毛來做 City妹撿回狗毛來做什麼呢? Jesse被角色撞得這麼帥 究竟她說了什麼呢? 下一節回來你們就知道 我平時洗車自己也有眼睛 好, 她的姓狗 我第一件字, 已經在心裡帶了 好, Jesse和冠楓說 這個真的有趣? 很有趣 是, 你說吧 為什麼? 因為頭髮也可以做一幅畫很有趣 你真的很有趣 City妹, 你又怎麼樣? 我在家裡有空跟小狗洗澡六隻 我都要想像她們一樣 在去水域撿回狗毛來做藝術品 你第一封狗毛畫什麼? 第一封是畫帽帽豬的樣子 誰是帽帽豬? 我的狗 你狗, 可否告訴你 你六隻狗叫帽帽豬還有什麼名字? 帽帽豬叫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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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隻? 是的 你回到家裡,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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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牠們就走出來了 有歌要唱給你聽的 有歌要唱給你聽的 很簡單 然後我就… 嘻嘻哈哈, 嘻嘻嘻嘻嘻 夢夢之嘻, 爸爸咪妹妹之嘻 媽咪回來啦 好, 到山姐和五通了 我第一件事 已經在心美打著 為什麼? 你今天的褲子挺適合 你別讓Kweenie看到 Kweenie在剃我的腳 什麼剃, 整條球的 不是, 這次是做得到的 小紅姐, 最喜歡的 我覺得很噁心 是嗎? 破壞你的形象 是嗎?每次蝦紅姐… 你說內容… 對, 英俊蕭莎又英俊 你忘了一個好戲嗎? 我忘了蝦紅姐有好戲 是的 問題是你呢? 問題是問, 究竟Kweenie 每次做完這幅藝術品之後 這個頭髮畫 是 他如何處理這幅藝術品呢? 是 是的 究竟他應該傷起它還是掃掉它呢? 是, 怎樣呢? 請把答案寫在白板上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藝術家 她的作品也未必會給她 答案已經有了 管風Jesse, 你答案是 停 什麼? 白色這麼像 第一段你說 用白膠、漿之類的物體 可能是白膠、透明膠 就是用去過膠 透明膠是否很薄的? 然後整個攪拌 太好了… 幸好我解決錯了這麼鐘 小紅姐, 你的答案是什麼呢? 好, 將作品拍起來? 我覺得這個畫家這麼有善心 他將這些畫作很多 如何處理呢? 心底也好, 也有愛心 應該拿去拍賣吧 這樣也對 不是拍多漂亮的照片 留下來就要幾年了 到你 不同台女生 是 好, 畫得住了 也是次次重途 是, 我試過畫油畫或墨膠 我們畫完後會噴畫膠 是 然後可以防腐和保存很久 頭髮應該會飛走 飛走, 不, 一噴… 對, 衣服會走 他一定是用被子的形式 可否你試用膠布噴霧呢? 你搭配那些… 對, 泡泡膠 好, 確實 娟妮會怎樣對待自己的畫作呢? 一起看看 好 娟妮每次做完頭髮畫之後 都會拍照留念 不過既然問得最後怎樣處置 當然不會拍照這麼簡單 看他拍照後 就把自己的心血結晶一手撥散 為何他這麼狠心呢? 難道他沒有感情嗎? 還要把他們丟進垃圾桶 很冷血 為何他不把畫留在他慢慢欣賞呢? 其實我覺得創作過程已經很好玩 所以我當初沒想過 要維持自己做的頭髮畫 只用數碼相機拍下來 放在blog上做一個留意 就是說三個只得過得對 就是阿珊姐和… 很厲害, 阿珊姐和林 你知道拍照嗎? 女生和不同, 二千分 太好了 Jesse, 你說了不好意思 零得爆 小紅姐和… 小珍賣, 私奇母, 二千分 太好了… 好, 機會只剩下一個 是 有沒有分呢?兩位年輕人努力了 我們去哪裡? 泰和 在泰和的錦石新村環境清幽寧靜 平時這裡鬼影也不多隻 繼續走進去就會看到一望無際的路 再走進去, 會不會連恐龍也看到呢? 走了半天, 恐龍就不見了 不過發現原來這裡有在泰國廟 還有這個泰女 她為何兇實、惡實地背著我呢? 沙華迪卡玩濕身 原來這裡舉行一營一度的潑水節 難怪大家都濕了身 這裡就是寺裡面的大紅寶殿 跟其他佛教寺廟一樣 都是供奉佛陀的 佛陀的金身夠药木 不過也不夠他藏眼 想知道是什麼?千萬不要眨眼 閃閃銀紙花 原來是信眾堅獻的貢品 拍得著阿姐的粉絲 在東亞送的銀紙花 查實他們這麼誠心 只是想為了一堵卸尼紙的真身 泰國人對佛教一向都出名虔誠 他們一看到曾女在握著伯 就立刻握著向他們報師 之後就排隊進行一個玉佛儀式 以及接受曾女的祝福 搞完一輪 終於可以坐下來看一場歌舞表演了 馬尼紙花, 下次再玩看一 McConnell 我 accepted欸 另外一邊, 再見 阿姨他們那組有10個菜 小龍姐他們也給了10個菜 山姐他們給了8個菜 太好了, 在哪裡有菜? 我喜歡玩水, 所以… 很好玩, 背水節 玩水, 不是玩水魚 玩水, 我平時洗車也有玩的 她很性感 她很性感 這條美肌 三次那條水癢都… I'm the sunshine 很性感 她很性感 阿姨, 你洗車也要叫我幫你一看 對, 她有洗車的腳, 我也有 又要了, 洗車的腳, 洗車… 淡過的車, 乾淨 小龍姐和詩勤妹 我其實覺得真的很爆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香港沒見過潑水節 在泰國真的試過 你去泰國有被潑濕身嗎? 有, 追著潑濕 即是你第一次潑濕身就在泰國? 對, 全都濕了 剛才阿姨提醒我們不要穿白色衣服 因為會很燙, 穿深色一點就安全一點 說到這裡, 我們開始有點尷尬 我們的肉的佛節是很神聖的 是… 絕對不是這樣的 他們是很神聖的事 希望大家下次和我們一起慶祝 對, 慶祝他們的活動 但問題是問什麼呢? 問題是問, 究竟這裡上面寫了一些字 這字是什麼意思呢? 對了 將答案寫白板上面 好, 上面寫著… 我看不到 什麼加探華 什麼紫? 泰文的顏色是屎 屎 對 Jesse和冠鋒答案是… 謝謝 關鍵… 你們都很離譜 剛才說明是什麼紫 紫什麼是歡迎光臨紫? 詩棋本和小鴻姐, 她還在倒閉嗎? 好, 答案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寫不出來 不, 應該是一些… 例如泰國同胞同鄉會佛教旨 會說到這裡, 對 就是這麼長的? 對 不用寫, 我們兩個研究宗 搞來搞去, 不如我告訴你好不好 我告訴你 珊姐和吳彤, 阿彤姐, 讓你先說 我猜這是一個金剛紫 有些東西寫上去 本字今天舉行潑水節 一字相跳, 第一次是第一次 真厲害 很厲害 然後噴噴噴噴 對, 先彈到不同 然後再彈到, 珊姐 好, 三個答案 我覺得全年好運, 一定不對 我告訴你, 可能駁得到很長 很長嗎? 我覺得金剛紫不像 究竟真是假的, 一起看看 我看看, 先試試看 好 很明顯是泰文譯音 中文究竟是怎麼解釋呢 泰國曾王送這個名字給泰國廟 因為吳噴噴噴噴噴噴 這是自然純潔 原來是自然和純潔的意思 這裡位置偏僻 原來凡囂都市, 不受世俗污染 名字真的很配合紫 原來是屈的那麼多 紫 對 我告訴你, 我完全是中的 這個人說不是 他說你聽錯的意思 他說名字是為什麼, 什麼名字 我本來說是贖罪潔症 小紅姐, 你怎麼會聽她說 你想也想到 小紅姐 我以為她純潔 你最純潔的 是 好了, 我給你答對了 太好了 她有三條問題, 猜到猜不到 兩個年輕人, 零分 所以叫Kofi 接下來到小紅姐和思編妹 有三千分 然後女生姐和五紅有二千分 太好了 贏了 對, 好 小紅姐又贏了 好, 既然這樣就別多說了 起時當然要成雙 好 我們最後的浪漫珠珠凳 就給小紅姐和思編妹 好, 一起去 浪漫珠珠凳 浪漫時刻就對了 為何是你呢?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差點點, 你對小紅姐錯了 這麼多題 所以交給你, 現在跟我們吹吹 其實你想不想換呢? 用誰? 換他 沒有人試過換的 沒有 沒有人試過換的 你一換就明顯你喜歡我 我拿了 好, 準備 他信了 他信了我, 真是意 好, 把頭推出去… 準備, 一二三 真棒… 追… 大家如果想報料或進行討論 可以去pvv.com 怎樣?跟他吹完, 覺得舒不舒服? 很有質感 真的嗎? 好, 那個假罪 讓你拿回家慢慢吹吧 帶自己的男朋友的嘴巴慢慢吹 可以當頭色 當頭色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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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